就是從這邊抹過來 要這樣子抹才會有效 氣就會排出來 還有這個萬金流的部分 小朋友要非常小心 刺激性太強 而且要必須要無菌 不然小朋友的這個管道 其實沒有閉鎖得完全很厲害 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小朋友要非常小心 脹氣的時候 如果擦擦排氣不是一個治療方法 因為要看原因 但是萬金流可不可以幫助排氣 其實是可以的 任何的油或是刺激 不管是什麼丁香或者是薄荷 甚至是一些冰片都可以 可是它治標不治本 但也如果真的很脹的時候 讓你稍微把氣先降一點 其實是比較舒服 所以我們中醫會建議說 肝臟肚臍很重要 平常要怎麼保養呢 我們可以手心握成一個 大概空腸 背狀 對 背狀 然後這個背的頂 頂住你的肚臍的位置 把它整個蓋住 蓋住之後呢 你輕輕的這樣震動三分鐘 輕輕的震動三分鐘 你可以在躺著的時候做 或者是你站著坐著 其實它沒有任何場地的限制 那它會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環 更重要的是它會啟動我們身體的 韌脈的循形 所以我們透過震動我們的肚臍的穴位 我們可以啟動我們身體的陽氣 保養之後呢 再順著這樣子 由上往下做整個腹部的按摩 就是假設你是一個很容易消化不良 或很容易脹氣 然後怎麼樣 所謂功能性消化不良 這一種的 那你很適合做這樣的按摩 保護你的腸胃 那像不管是學校的老師 我上次還看到幼稚園就這樣 他們要出去校外教學 就幫小朋友貼OK棒啊 貼OK棒 他講說這是差不多趴死涼涼的 就是他們要防止暈車 是有用嗎 這個會不會太Over一點 我問阿嬤說 長跑才要加一個酸梅耶 對... 真的耶 我說對暈車的小朋友 好像真的有那麼有心理 我們再請教一下范醫師有沒有用 沒有用 有心理上的作用 因為你貼著以後 你就就會一直告訴你 保護作用 不會暈喔... 保護作用 所以這個安慰劑就對了 要加蒜梅 蒜梅不是用來吃的 蒜梅好神奇 我第一次聽到 好 所以如果說要防止暈車的話 跟肚臍這裡有任何關係嗎 暈車的話 也是腸胃的水分 他的蠕動太過分 我們身體的調節不好 所以我們暈車血液其實是在手部 所以大家知道大腸的經絡 其實是在手部 從胸部走到手 很奇怪 從手走到頭 他就是在手部 他並不是像我們想的 是在身體的負面這樣子 所以其實腸胃的循環 全身跟我們的四肢 其實也是相關的 所以暈車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你坐得都不動 然後你會感受到這個 三半規管感受到不平衡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不要吃太多東西 然後不要在車上吃東西 對 不要講太多話 我也不要太多空氣這樣子 上次會趕快睡覺這樣就好了 還有肚臍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肚臍的樣子 居然從中醫跟西醫的角度 來看的話 其實肚臍的形狀 也可以透露出一些端膩 這邊看起來比較不一樣的 對啊 那個凸出來的比較不一樣 對 懷孕的時候會凸出來 其他的時候會凸出來嗎 負壓膏的時候就會凸出來 負壓膏有幾個問題嘛 第一個就是腹水嘛 肝不好的腹水會不會負壓膏 會嘛 懷孕當然會嘛 負壓膏嘛 另外就是肚子裡面如果有疾病呢 比如說你有一些癌症 他造成一些腹水 或是癌症他本身往外推 所以很簡單的方法 你平常真的要建議大家 平常去量量自己肚臍的深度 有一天你小腹變凸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你肚臍是變深還變淺 如果你肚臍變得很深 小腹很凸 那就恭喜你只是變胖了 對 如果說你小腹變得很大 跟肚臍變得很淺 那就是你要懷疑 肚子裡面真的有東西傷心亂了 來把你的肚臍往外推 可是也有媽媽說 那個小朋友如果哭得很用力 對 那是負壓增加 肚臍會凸出來 對 可是那個是他有膳氣 他裡面其實有小洞了 已經有膳氣了 所以他很用力的時候 肚臍裡面的腸子 或者是那些油脂有沒有 會從那個小洞鼓出來 對 被擠出來了 其實跟你腹骨勾善進 原理是一模一樣的啦 一模一樣的 好 范醫師你看過的肚臍這麼多 那這些有什麼問題 大家需要注意的嗎 還是跟大家一樣喔 這個我不曉得製作單位 去哪裡找這個圖 這個是江湖傳說已久的那種 叫做瑪麗約瑟夫結結的 機率很高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護士 他以前是在跟外科 然後他發現有些病人 肚臍有很多奇怪怪的結結 然後開下去全部都是癌症 腹部癌症 特別是胃癌 女性的話 軟巢癌特別多 會在這裡出現結結 所以那個要非常小心 那再來就是在我的科內裡面 也常常看到這樣噴出來 因為摸他是... 應該是藍色顏色 不會這樣 摸他是軟的 那個是一個靜脈 齊靜脈 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我剛才講過 有這條羅馬道道本來是通媽媽的 通胎盤的 是出生以後就閉鎖了 可是肝癌化以後 那個腸子送到肝臟的 這條高速公路 就被肝癌化阻塞了 那他只要找交流道 這一條就是交流道 重新被他再灌回來 灌回來這個就會鼓起來 那通常代表肝癌化很厲害 天啊 所以除非懷孕啦 其他地方 其他的時候鼓出來 突然鼓出來都不對 再來就是這一坨 你摸他很痛 那就趕快去找江醫師 那個就是腸子突出來 卡在這裡 好 那就中醫來看 不只突出來那個有問題喔 對 其實突出來這個很明顯 大家一定都覺得想要去看醫生 可是像這個凹進去的 我們中醫也會很警覺 為什麼 因為肚臍他為什麼沒事會凹到 旁邊都有這麼多皺紋 表示說他氣虛的很厲害 整個中氣下限 對 有點像是懷孕過後 突然瘦下來 他整個就是韌成紋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在中醫來講 表示身體的陽氣非常的不足 那如果他又常常肚子痛呢 我們會建議他說 看一下賣相 如果胃氣又非常的弱 那你可以吃點乾薑 吃點肉桂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會 表示說胃寒的現象改善 他肚子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痛 那如果是像這一種 就是他有凸有凹的 他裡面就是寒熱不合 就是又喜歡吃熱 又喜歡吃冷的 整個身體的循環 跟消化系統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像這兩種情況 我們都會比較小心一點 所以就中醫來看肚臍 確實是跟健康有關 我們剛剛小空呢 就把肚臍拉出來給大家看 我覺得我... 他應該是正常的嘛 我覺得我氣虛耶 我好虛喔 不行啊 阿嬤有交代 不能說到這位嗎 不是氣虛吧 他這邊整個的形狀 是一個很完整的形狀 然後他這邊是上面跟下面 也是呈現對稱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去摸肚臍旁邊的 這個皮膚的狀況 但是他下面是比較鬆 上面是比較緊 表示說他其實上面是比較硬的 所以他的胃是比較脹的 所以我們平躺的時候 膜會更準 那中醫在做脊療的時候 就是會看哪一邊 搜哪一邊緊 把它弄得四邊都平衡 這樣他身體的消化功能 就會比較好 就對了 這不是腹肌喔 是因為... 因為什麼 剛剛在意他有做脊療 他有腹肌療 這是腹肌... 讓你平反了 滿有趣的是 其實我們的肚臍 我們知道有的時候會黑黑的 但是剛剛又說不能摳 但醫師說這我們到底要不要去 注意他的清潔 需要嗎 要啊 要喔 妳有親過肚臍嗎 我從來沒有親過 我從來沒親 而且我不知道要親肚臍這件事情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肚臍裡面還是會藏汙納垢 因為它就是凹進去的地方 所以還是比較容易藏汙納垢 可是喔 其實跟我們兒子的道理一樣 它還是會...那個污垢還是會自己出來 那有時候是因為 你把它清乾淨的 確實也是比較漂亮 它帶也是比較乾淨 可是這邊要建議觀眾朋友 大概一個禮拜親一次就好 一個禮拜就要親一次 對 一輩子都沒親過 這樣讓我很想看一下 張醫師的肚臍 張醫師可以嗎 如果你有一天 就是這麼倒楣要去開刀 那個肚臍如果沒親乾淨 我們都會一直罵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刀的時候要先親肚臍 我們要消肚臍之前要先親肚臍 對 然後所以每次有時候那種 阿嬤她是成年了有沒有 那個光是摳那個肚臍 就摳出一大堆黑黑的 很多喔 那到底我們平常要怎麼親怎麼保養嗎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就是先準備 我們切記不要用手指去摳 用手上面非常多的細菌 所以你不要去摳它 那這邊其實你就可以準備一些凡士林 然後或者是任何油油的乳膏都可以 然後準備乾淨的清水 然後再準備一個棉花棒 這個為什麼要用凡士林 就跟我們男生就是要 一般來講就是男生刮鬍子的時候 要刮鬍泡一樣 對 潤滑嗎 對 潤滑 不然在乾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容易破皮 那就比較容易像剛剛這樣 好 所以現在用棉花棒 沾了一點凡士林 其實我覺得小勾都很乾淨 其實滿乾淨的 對 不用清白 對 那我們就是用那個凡士林的部分 輕輕的把它放進去 潤滑一下 那我們就是今天一圈之後 那我們這個油油的東西就會在裡面 你把它靜置大概一到兩分鐘 我都沒在清了 靜置一到兩分鐘 我等一下非常想要清江醫生 真的嗎 小勾都很乾淨 對 我都沒有什麼 然後它就是清了之後 它潤滑 靜置了大概一到兩分鐘之後 我們就用另外一頭乾淨的 然後清水沾一點 進去把它就是再擦乾淨 所以就輕輕的讓它繞一圈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它其實 因為它肚臍真的很乾淨 不然的話大概可以清到一些 黑黑的東西出來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黑黑的 就是... 它本來就是因為... 對啊 它就是會藏汙納垢 所以它就是在裡面 然後我們有時候皮質的一些 汗水啊 有夠的 它就塞在裡面 對 所以你還是... 一個禮拜最好是清一次 好... 我們來看一下藏汙納垢 到底在哪裡 沒有 張醫師行不行啊 行不行 是可以啦 來... 我就不行 我生不見底 太棒了 太舒服了 真的要嗎 我待會兒通常清完肚臍之後 肚子會一直... 等一下那個中醫師要小心一點 因為等一下小扣可能會一直排氣 真的嗎 清完肚臍會排氣喔 你刺激到啊 會啊 不然你自己扣扣看 會排氣啊 有時候肚子會痛啊 好 他們看 今天這個肚臍 其實我覺得也還OK啦 真的嗎 OK嗎 沒有到很髒啦 然後有一點白白的東西 那我們一樣就是像剛剛這樣子 就是用板氏菱進去喔 然後清一清 都沒看到汙垢耶 肚子真的很不舒服耶 真的 好 然後我們就出來 真的感覺好奇怪 你們有感覺很奇怪嗎 我還滿習慣的 還滿習慣的 佳醫師真的比小扣髒一點點 真的喔 小扣也贏了 沒有 我的肚臍可能比較淺一點 比較淺一點 對 然後再用清水把它清乾 原來肚臍是要清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說這個 美國的研究呢就說 原來我們的肚臍裡頭 有好多細菌 如果你不理它的話 到底會有什麼狀況發生嗎 醫師提醒大家一下 可是這邊還是皮膚嘛 對不對 那所以濕疹一定會有嘛 所以會容易有濕疹的問題嘛 那在這個細菌萬一滋長過去 很容易往內攻 所以你肚臍如果發炎 如果農氧的時候 很容易往內攻 那也是一個風險 OK 好 我們難得看到 不要加一絲今天這麼害羞 好 今天呢 我介紹一點零 教大家肚子痛的時候 先注意一下 到底是哪裡的問題 上面呢 跟肝 跟心臟方面 可能有一些關係喔 那麼有一些狀況 你一定要跟醫師講清楚 痛多久了 什麼時候痛 哪一些事情會讓它更痛 哪一些事情會讓它比較不痛 還有痛的形態 腳痛 抽痛 悶痛 拍痛等等 都跟醫師講清楚 我們就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了 健康一點零 我們下次見 拜拜